好真的好可爱 台湾的猫熊一样魅力十足 而在美国 华府动物园也有猫熊明星人气相当旺 因为呢刚刚出生才五个月大的猫熊 取名叫做宝宝 18号终于是在华府动物园来正式展出 而首次呢见面会就大爆满 民众边拍照边尖叫 直呼实在太可爱了 好虽然宝宝现在呢 一天要睡20个小时非常爱睡 不过多数参观的时间他都在睡 还有人开车就开了9个小时 就特地到华府 就是为了一睹宝宝卡娃伊的模样 赞叹声连连 民众拿着手机边拍边叫 全都是为了华府这一只 出生才五个月大的猫熊 取名叫做宝宝 慵懒的撒娇模样 还有无敌卡娃伊的宝宝生懒腰 让他立刻成为华府动物园 最夯的动物运行 光是看着猫熊宝宝 赖在地上玩竹子的模样 就让猫熊米好开心 还有人甘愿开车9个小时 为了一睹宝宝风菜 不过华府的猫熊宝宝 跟台湾营亚一样 完美两下就电力不足 他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真的喜欢猫 所以所有的孩子都很感兴趣 来来看新的小孩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最近还票选大陆以外 最受欢迎的猫熊 结果是有猫熊界 体操选手的爱令宝甜甜当选 而台湾的营亚则是被票选为 最有个性猫熊 只能说他们卡娃伊的魅力 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融化 游客的心 记者郑医生综合报道